傳播的現場台灣大賽第七戰 比賽來到了第九局 統一師隊7比4領先 而中信這邊在九局上面也決定要更換投手 由李政昌來接替羅傑斯 把終結給壓的上來了 所以今天派上來投手 基本上就是教練團認為說最有壓制力了 最好的精銳進出 這也是李政昌在今天不好 上一次的出賽是在第四戰 兩秒球沒有壞球 游擊方向的滾地球將會撲下去 沒有來下來穿越行程安打 李宥樂的狀況真的確實是很不錯 這個球其實壓得比較外側一些些 也沒有到很甜 還是被他打得滿打的 把擊球點給掌握到了 剛剛好穿得出去 分數師隊是多了三分 關鍵還是在 等一下喔 嗯哼 等下喔 跑者似乎也有戰術來做搭配喔 這個球順勢打到了左半邊 左邊球已經是掌握到了飛球路 落點了由陳梓豪完成了接殺 對 大的機會要把握住 嘗試扭轉戰局 對 這些球隊當然最後希望都是拿第一名 今天當然隨著衛權龍隊加入 多了一隊加入競爭 嗯哼 陳鐵線今天也可以 打進場內游擊方向的滾地球 江桂宇先傳越東華再轉傳一壘 這是一個643的Double Play 那當然也是陳元憲今天第二次集出雙沙打 所以九居